被侵瞒整整一百年的居民 终于发现了统仓真相 他们将会以怎样的方式发泄心中怒火 今天继续带来羊毛战绩的第九集内容 上集受到女主朱丽叶 为了摆脱司法部的追捕 毫不犹豫地从高层围栏条下 好在下方不远就是一处天桥 朱丽叶一个起身便跑得无影无踪 只留下司法部和吃瓜群众惊诧的眼神 大胡子阴沉着脸盯着副警长 你是不是故意放他走的 也没等对方辩解 他便找到顶头上司汇报工作 突击队搜遍了朱丽叶逃脱的楼层 也没发现对方的身影 就在这时 桌上一个刻着十八字样的挂件亮起了红灯 市长霍兰德的脸色一变 抓起挂件后吩咐大胡子 不惜一切代价抓到朱丽叶 一时间整个统仓的司法人员 以及各层警员 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大搜查 朱丽叶的机械导师 成了重点照顾对象 享受同等待遇的还有他的父亲 可这些人的回复也很统一 并不知道朱丽叶藏到了哪里 老父亲想起被司法部逼死的妻子 嘴上更是没有把门 直接质问大胡子 你会帮助别人抓捕自己的孩子吗 谁知对方毫不犹豫地说了句我会 这是为了统仓内上万居民的安全着想 无言以对的医生直接转身走人 可大胡子真有自己说的这么无私吗 在司法部所有武装力量 都在搜索朱丽叶时 他却调派两名突击队员 护送自己的妻儿回家 可当妻子走进客厅时 发现角落里的摄像头损坏了 他的心中升起不祥预感 立刻将孩子送去卧室 并叮嘱对方千万不要出来 关好卧室大门后 大胡子的妻子掏出手枪环顾四周 发现卧室床上居然有块老旧硬盘 他刚准备凑上去查看 躲在角落里的朱丽叶 用刀抵住了对方脖子 他这一手玩得十分漂亮 估计谁都不会想到 他会躲进司法部大佬的家里 这位女子也不时擅长 表示要靠在厨房的位置 这样方便盯着儿子所在的卧室 朱丽叶没有拒绝 不过心中的警觉也很高 移走了对方活动范围内 所有可利用的工具 他来此处除了避难 还有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利用大胡子的最高权限电脑 读取硬盘中的内容 进度条稳步向前 朱丽叶的心中确实胶着无比 大胡子的妻子突然开口询问 你为什么要说出那句禁忌话语 朱丽叶没有辩解 其实自己是被诬陷的 只是将司法部描述成 十恶不赦的存在 女子表示自己曾经是 司法部的突击队员 那里存在的意义 是为了整个统仓的稳定 朱丽叶懒得跟她解释 将目光再次落在电脑屏幕上 当进度条走完时 她却发现硬盘内容 依然无法浏览 这时候朱丽叶想到 警长妻子留下的破解笔记 上面正好记录着 绕开保护的指令 试着输入几行字后 硬盘中的内容终于显现出来 朱丽叶兴奋地瞪大眼睛 却没发现身后被靠住的人质 悄悄从口袋中掏出一串钥匙 曾经身为突击队员的她 撬开一副手铐自然不在话下 而此时的幕后大佬霍兰德 正在办公室焦急地等待消息 连每位无比的红酒 此时也觉得索然无味了 大胡子跑进来汇报 她查遍了朱丽叶的亲朋好友 仍然毫无线索 唯一有些可疑的是 朱丽叶曾经在家中秘密约见了一个人 对方来自霍兰德掌控的信息部 名字叫做凯尔 不得不说 霍兰德是个狡猾十足的老狐狸 他先是以上级主管的身份 将凯尔叫到办公室 不知不觉把话题印到朱丽叶身上 他说朱丽叶敲碎了镜子 破坏了藏在后面的空气质量检测器 另外他给你看了一个硬盘 这些都是属于违反公约的行为 单纯的凯尔并不知道 霍兰德所说的硬盘只是猜测 当即表态自己并不知道硬盘里的内容 霍兰德的心中已经有数 态度立刻变得强硬起来 指责凯尔发现有人私藏历史为禁物 而不去举报 这是要送出去清洁的大罪 可怜的男人立刻交代了一切 他并不知道朱丽叶的下落 但是记得硬盘上刻着序号18 霍兰德的脸色猛然大变 随即带着大胡子来到监控室 命令工作人员定位序号为18的硬盘 只要他接入电脑 就能立刻锁定位置 而此时的朱丽叶 正在疯狂浏览硬盘中的繁多资料 当他点开一份名为从这里开始的文件时 赫然发现居然是死去男友乔治的露营 对方说发现了硬盘中的大秘密 所以被司法部盯上 于是修好了废弃的摄像机 将想说的话全都拍成了影像 而监控室已经通过硬盘序号 锁定了朱丽叶的藏身之锁 大胡子全身一个机灵 一边急速朝着家里狂奔 一边招呼手下封锁整个楼层 而此时的朱丽叶还沉浸在男友的影像中 他说硬盘里的一些真相必须让人知道 却不想大胡子的妻子 已经挣脱手铐出现在自己身后 可对方并没有伤人的打算 反而出声提醒 司法部已经通过硬盘定位了你的位置 没过多久 大胡子便带着大量手下冲到自家门口 同时霍兰德也发现 屏幕中的监控突然有好几处失效了 应该是被人为损坏的 当大胡子推开大门时 只看见坐在床上的妻儿 朱丽叶却早已不见身影 在众人离去后 妻子告诉大胡子 朱丽叶其实是自己放走的 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 立刻打消了老公的怒意 看样子这对夫妻在未来也有不小的图谋 与此同时 一名来自信息部的黄发工程师 以出差的名义通过检查点后 顺利来到文物贩子肯尼迪家中 可他随即便惊讶地发现 通缉犯朱丽叶居然藏在这里 肯尼迪解释称 朱丽叶之前帮他躲过了司法部的栽赃 而黄发工程师也不能举报朱丽叶的位置 因为他曾经多次贩卖历史遗物 和肯尼迪是合作多年的伙伴 朱丽叶毫不避讳地掏出硬盘 请求对方用普通电脑读取出其中内容 黄发小子果然一高人胆大 没多久便出色完成任务 而且还用虚拟地址 成功骗过司法部对硬盘的定位 朱丽叶迫不及待地打开男友视频 这回他的心结总算打开了 乔治说起初接近朱丽叶 确实只是为了他的妻妾知识 可到后来才发现 自己居然爱上了朱丽叶 随后乔治的话风一转 他说自己发现了隐藏在水库下通往外界的大门 其实根本不用担心时的问题 另外要让所有人知道的真相 就藏在名为检卡莫迪清洁的文件中 这也是警长妻子艾莉为何要出去的原因 看到这里的朱丽叶既伤感又兴奋 而同样心情复杂的 还有曾经的副手比林斯 大胡子怀疑他故意放走了朱丽叶 实际上是他的癫痫病发作了 一时没抓稳才让朱丽叶逃脱的 比林斯的妻子认为 老公不适合担当警长职务 可这个男人确实固执得很 他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如今的职务和地位 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 随即便穿上警服 发誓一定要把朱丽叶抓回来将功补过 只见他第一时间来到朱丽叶的家里 可这里早就被司法部节足先登 即使比林斯亮出副警长的身份 也被告知不能进入 没过多久 司法部人员离开了朱丽叶的公寓 躲在一旁的比林斯带对方走远 他再次来到朱丽叶的家门口 暴力撬开门锁后 他还不忘关警房门 并用螺丝刀将其敌丝 四处搜索一番 发现失去镜片的近况后面 居然还有一个圆洞 比林斯有些惊奇 可很快就被桌下的镜片所吸引 因为它是一种特质的单面透视玻璃 比林斯坚信朱丽叶一定在家里藏了什么 这时候他猛然想起朱丽叶喜欢将重要东西放在柜子里 随即他便开始逐一番找 终于发现其中一扇的胶条有些松动 他用蛮力拆下支架后 发现背面间隙果然藏着东西 比林斯连忙拆开封部 一本绚丽的儿童毒物映入眼前 当他看到其中的兴起内容时 连右手都忍不住颤抖起来 也不知道是犯病了还是激动所致 不知不觉浏览完所有图片 比林斯有些亮相地站起身 他觉得这种毒物根本不该在统仓出现 因为没有人能够抵挡住他的诱惑 可他很快又开始犹豫了 于是从烤箱中拿出画册 撕掉一页放进口袋 再将剩余的部分扔进烤箱 眼睁睁看着画册统化为灰烬 而此时的朱丽叶已经点开了 名为检卡莫迪清洁的文件 画面显现出蓝山绿水的世界 同时还夹杂着女子急促的惊呼声 以上就是羊毛战绩的第九集内容 眼看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统仓骗局 一场史无前例的暴动在所难免了 也难怪霍兰德会如此紧张 想必这块序列18的硬盘 应该算是信息部的核心数据库了 另外大胡子夫妻 应该在基于统仓真正管理者的位置 这便能解释放走朱丽叶的真正原因了 因为只有他让统仓陷入混乱之中 大胡子夫妻才有趁乱上位的可能 有不同看法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